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究竟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冤有头债有主呢 我们会不会在有意无意之间 得罪了神灵或者十方众生呢 生死有命富贵有天 是不是真的无得改变呢 恩法清师傅会为你们一一解开 Hello 大家好 又到我们第二辑的《原来有恩》了 一星期了 今天我们谈些什么题目呢 其实这个题目是这样的 之前收到女善信打点来求助 有个女儿失了钟 突然间完全断绝联络一段时间 他们又找不到他们 榮永 还是农历七月 这个案子和灵界有没有关系 这个案子和灵界有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案子是之前的 就是纯粹是说一些失踪的个案子 初初就是 原来在祖师的查试之下 是不太简单的 是的 所以和灵界有关 我想这些观众 就喜欢听我们说一些 真实的灵界个案子 这个不算是纯粹灵界个案子 纯粹灵界个案子 就是说你可能遇到阴邪 遇到鬼上身 遇到鬼搞你 这个是被人靠害的 靠害得来不止是鬼 还是降头 哇 降头 大家喜不喜欢听呢 其实整个案子是怎样的呢 不妨你说出来 今天轮到你说一下 我试试记忆一下 她妈妈打电话来求助 原来她的女儿 本身竟然有一个很好的男朋友 她的男朋友都搬去 一家三口一起住 是的 已经同居了 女儿 准女婿 差不多当她是女婿 因为她们订了婚 准女婿 差不多当她是半边儿子 而这个女婿也对她妈妈很好 一家人 但是不知为什么突然之间 她的女儿 突然间认识朋友 然后就 直接离开家庭 不见家人 最初还可能在讯息上 或者在网页上 知道她的行踪 后来她将那些 所谓的 Facebook Instagram 全部删除了 不让家人看到她的行踪 所以她的妈妈就很担心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之前在网上 还可以留意到她的动态 生活都不好 她的样子又怎么样 后期她完全封锁了 之后 她就很担心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真是很惨 她的未婚夫才很惨 无端端女朋友 未婚妻 失了钟 又什么事都没有跟她说 又没有吵架 又没有任何原因 所以她一直都还没放弃 她觉得有机会等到她回来 所以她仍然在准岳母 那里住 虽然她的女儿失了钟 但她仍然没有搬走 仍然在那里一起住 始终只有准岳母一个人 她觉得这个时间更加不应该搬走 希望大家互相鼓励 互相扶持 希望有一天她女儿回来 就是这样 我也听她的准岳母说 她这个男孩真的很乖 她说她爱她也当她是儿子 她说她又有家用给她 仍然是 跟以前她女儿在 跟现在她女儿不在 她都是一样很疼她 真是没有分别 其实这个案件 就是妈妈原本和未婚妇 是想来看看法科我们所谓的童子镜 我们的圆光术 究竟有没有办法帮她找回她这个女儿 其实她的意识 她的目的就是想做这件事 谁知道她来到后 祖师爷查得出来 原来不是一个正常的失踪 那么简单 其实她失踪之前 也有一些枝术马迹 发现她的女儿是认识了另外的情子 但是这个情子 就不是男朋友 她最后的消息就是知道 她认识了一个女性的朋友 而跟这个女性朋友相似得很好之下 听消息就是知道她两个一起住 是的 还会准备结婚 她是在一个朋友的Instagram里面 不小心才看到她的女儿的Instagram 是显示出来跟这个女性的朋友很恩爱 那个女性朋友还拿着一束花给她 证明她两个说要去外国注册结婚 准备了 是的 其实她男朋友去过美婚夫 她的美婚夫 正是晴天婢 又拎头 为什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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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又有所怀疑 如果不是疫情 其实她们应该结婚 就是疫情不能放走 以后就出事了 所以这个疫情都影响了很多问题出现了 好了 她妈妈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死了 为什麽女儿会突然这样呢 但又完全消声匿迹 没有办法找到她 连她的朋友都找不到 所以她就不知道该怎麽好 她就试一下 看看法科可不可以找到她的女儿 她其实之前也有找过其他师傅 我记得她跟你说过之前 去求助那个女师傅 但当时我没有听清楚 其实去找那个师傅 帮不帮她 帮不了 帮不了 还要避她的电话 打电话也找不到 即是她再打问师傅求助她 那个师傅实际不理睬她 是呀 就像收声匿迹那样 但没有办法的 你钱去别人家了 但别人做不做事也好 别人都免得再答复你 再听你说任何东西 钱收了就可以了 我记得当天她来投助时间 首先请祖师爺 用女儿的时生八字 看看她现在究竟如何 祖师爺在她的时生八字里 查到她不是一般自然的转向 是真的受到法科的干扰 令她在中途转向同性的情子 发生了感情 这个不是命宫是没有的 是真的受到法科上的影响 而转了态 命宫是喜欢男人的 但是突然间转态 祖师爺真的有用我们的圆缸術 拿水碗去看看女儿现在的情况 当天还没有做字 因为祖师爺需要她戴一件女儿的衣服 才做圆缸術 但祖师爺可以断定她 当她查她时生八字的时候 她断定她真的中了一个钢头叫做女珠钢 肯定是中了一个叫女珠钢 好了 肯定了中了钢头之外 她们又要找回来源 究竟是什么人向我的女儿下降 这是一个迷路 最初她说老师是问你 她们有没有和别人结怨 会有什么人做 既然她们都想不到 就出了一个怀疑 一个问号 只是想到一个答案 就是有可能就是 现在的男朋友的前度女朋友 因为她有消息知道 她曾经这个女孩去过泰国一段短时间 其实最主要我补充 最主要是她这个失踪的女孩是第三者 当初她是因为她的介入 那女孩才跟她男朋友分手 所以后来这个女孩突然间 在她失踪那段期间 这个女孩去了很多次大国 而且每一次都去了很久 从她的Instagram和Facebook看到 她就怀疑如果我女儿真的要中泰国的降头 我相信有机会是她 因为我女儿只有这个有仇 她做了第三者抢 其实缘分的事情很难说 就没有说谁抢谁 就是刚好她的缘分到 她就会自动在一起 所以她就很怀疑 究竟是不是这个男朋友的之前女朋友 去做这件事 而伤害她的女儿 究竟是不是这样呢 现在师傅我们回来和大家交代 好的 究竟这个世界 是不是真的冤有头债有主呢 我们会不会在有意无意之间 得罪了神灵或者十方众生呢 生死有命 富贵由天 是不是真的不能改变呢 恩法清师傅 会为你们一一解开 各位观众 如果你有法科上和灵异上问题 想找恩师傅求助的话 可以打5448 0068 和法灵师兄联络 或者8206 7 766 和我法灵师兄联络 究竟这个世界 是不是真的冤有头债有主呢 我们会不会在有意无意之间 得罪了神灵或者十方众生呢 生死有命 富贵由天 是不是真的不能改变呢 恩法清师傅 会为你们一一解开 回来第二部分了 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女孩 她本身是一个很正常 有男婚女嫁这种情况的 但是突然间 在没有任何的丫叫之下 无端端离家出走 走了去 完全跟男朋友 即是未婚夫 和妈妈 完全没有任何的来往 联络 妈妈是找了她一年多 但是都找不到女儿 终于在一个朋友的Instagram 看到原来女女 已经跟一个同性的女戀人 在一起 将会很快在年底的时候 会结婚 祖师爺查到出来 发觉原来她应该被一个对方 看中了 一个女同性戀者看中了 而她做了这个女珠缸给她 当然是找师傅做 令到她突然间中途转机 然后祖师爺就说 现在我们一定要尽快醒醒这个女孩 否则她会很快 在年底她就会和这个同性戀者 去这个外国那里 注册结婚 所以希望我们在这段时间里 早点令到女孩醒醒 能够回来和家人团聚 我们就拆了一个日子 就决定去做这个破缸这个法门 当天我们就准备了 我们大约是十个徒弟 八个徒弟 那天祖师爺就吩咐了 每一个人有自己的post 我们都会用 因为有一些东西 我们就这样用洋法 就未必能够去做得到 或者找得到的 我们就要用线法 就是我会用童身 靠童身去找到这个邪屍 我们才去找到这个女孩的魂 看看她是不是被人禁魂 还是被人去做了些什么 当天祖师爺就派了阿荣 就负责做一个八公的角色 就由阿荣去找 找一下究竟这个邪屍在哪里 这个坛在哪里 阿荣当天就找到的 接着就带领了一班其余的天将 我们祖师爺吩咐了那些 我们的一些所谓的天将 就一起去打这个邪屍 去拿这个女孩的东西回来的 那当时阿荣好像真实的 给你感觉到 这个暂楼的师傅 她的坛是在我们香港的 是的 不是在泰国的 不是在泰国的 这个暂楼的法坛 都是其实在香港来的 就是说那个女同性戀者 她只不在香港找一个泰国的师傅 去做这件事而已 其实现在香港也有很多泰国师傅 在香港找职的 是的 那天你很清晰 告诉我 在香港哪一个九龙区 哪一个区域 我很好奇 我终于去那座大厦 根据你的报料 我去那大厦看过 原来在大厦的大厦那里 我看到真的 原来有很多个泰国师傅 真的有的 但是呢 那天我们就照做 在做的期间 我负责拍摄的 当时我在拍摄 因为我们往时 很多时候做一些驱邪 或者一些解降 这些情况 我们都会拍摄的 因为在白摄里面 是会录影的 如果拍照 未必拍到任何东西的 但是在录影里 我们经常都会见到 很多灵界的还击 一些所谓的能量球 曾经有人 之前有很多人 去质疑过 在录影机里面拍出来 如果你看到 有很多那些能量球 是这样 好像雪花 飞来飞去 他们说是尘埃 很多人的解释 就说是尘埃 其实就不是 一些什么能量球 是你那些人肯说的 但是其实有些东西 是解释不了的 你就算是有尘 那么你都不会 那么多 而且无端端的尘埃 可以自己飞来飞去 和去飞向每一个部位 是指定的 好像那天阿榮 你一起步 你一去找邪屍的时候 你一起步 我们见到你的样子 很生气的 去找到那个地方 当我录影的时候 我和我的善信 他的未婚夫 和他的妈妈都在 我给他录影机 他们都看到 看到那些能量球 是向着你而攻击的 那陈是没有眼的 如果你说那些真是陈 没有理由 谁去打 他就攻击谁呢 那当时阿榮先起步 他就是打阿榮先的 一堆堆堆的 好像雪花纷飞 一堆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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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堆 相片堆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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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堆� 最厲害的是榮李是白宮 法晉是天將 二郎神 另外有發昭和發燕是千里眼信封義 他們幾個是負責打的 這幾個負責打 他們幾個 我的善信都看到清清清清清 你們每人都有百多二百個能量球 不斷擲你們 不斷向你們的身上插 四方八達 攻擊得很厲害 連我善信 他們都呆了 他們都聽到 未婚夫 當天將戴魂回來 當時法御師姐也拿著一個招雲鈴 負責拿著她的衣服召她回來 三文七八字召她回來 當天將將她交給Jeanette 即是法宇姚玲的時候 發覺她的男朋友 未婚夫 是聽到她女朋友的聲音 在說 救我啊 這樣 她說她聽得很清晰 她聽到她女朋友的聲音 她跟她媽媽說 她馬上就說 師父 我們聽到她女朋友的聲音 叫救命救她 我說 是啊 因為我們真的救了她的魂回來 我們繼續拍攝 你們突然有很多東西不斷攻擊 令到你們當時突然反攻得很厲害 見你們打得好像突然很厲害 你們好像在應付很多東西 我們拍攝出來的影片就是這樣 因為對方不容易放過你 她有橫拖的現象 是啊 因為逢是這些所謂色鋼頭的鋼頭師 這些我們叫邪師 他們真的養了很多靈界 控制了很多靈界 其實鋼術主要是用靈界去攻擊你們的人 她就是因為 哇 你來搞我 當然有那麼多放那麼多來和你們打過 見到你們當時真的打得很厲害 那些能量球真的多到我都不懂形容 即是 現在你們看圖片看到的 就是我們當日我們的徒弟我們都不敢輕視 每個都纏上我們本門的青龍帶 才去做這件事 因為一山環有一山高 我們又不知對方是怎樣 但我們做這個白武士 純粹希望可以見到媽媽那麼慘 周圍找女兒都找不到 未婚夫亦都覺得很慘 我亦都見到她的未婚夫 真是一個好孩子 我就很想幫她們 所以我們就是去幫她去破這個法 好了 終於打鬥之後 我們就是成功的 成功了去拿回那個魂回來的 那 很有趣 當你們這班天將全部回宮 真是可以還回完紳士 變回法榮 變回法盡 發覺是完全的場地 我仍然繼續拍的 原場是找一個能量球都沒有 一顆都沒有 沒有說飛來飛去插來插去那些 完全沒有 即是打鬥時間才有 是的 打鬥時間才有 那你怎樣解釋 那些陳是否有眼 那些陳是否有性 那如果有些人是要說你的 你當時自己弄出來就行 你突然間不能弄 如果要辯薄也沒得說 是的 所以好像我們有任何事情 如果你說好像之前那位 我幫她招勻那位蔡小姐那樣 那人那個美國之音拍到一個video 拍到在我那個紙紮公仔裡 有蔡小姐的樣子出來了 那些網民都可以說 我和美國之音夾粉做出來的效果 他們都可以這樣說 但我真的自問沒有那麼高的科技技術 是不是 那不用介意 有些人怎樣說 不介意 只不過是分享我們的case 是的 我想解釋給大家聽 很奇怪 真的他們在打的時候 就不斷來的 飛來飛去的 那不只是我們說 善信他自己在現場 看著我的錄影機是看到的 但是一打完 真的找一顆都沒有 很奇怪的 那變了 好了 那我們今晚就立刻扔聖杯 看看是否真的已經救回來了 OK了 已經救回來了 這樣 那 就 暫時 這件事就要解決了 至於那個女生會何時回來呢 通常我們一般做這些法事 都會49天 就有效 應該就會有機會 這個女生會 就是會陰差人錯會 看看有些什麼機會 或者她打電話找媽媽 或者是從一些朋友口中 無緣無故知道那個女生在哪裡 因為年紀 她完全沒有見過那個女生 一個電話都說不到 她想跟那個女生說一下 都說不到 這件事我很有信心 為甚麼呢 因為師傅你早幾天收徒 收了自己的徒弟的時間 祖師爺降坦的時間 祖師爺也有提及過這件事 祖師爺說這件事 當日我們其實 負責去化事的人 其實都有些少許受傷 不過 這個不要緊 有什麼的化水 就沒有事復原 但是寶師爺說肯定 這個女生 40個月之內 一定會回來和媽媽團聚 所以我也覺得 祖師爺說得到 我相信這個化水 一定是絕對成功 我們真的很希望 這個女生 快點回到媽媽身邊 回到自己的未婚夫身邊 其實我覺得這些 真是很無妄之災 其實做人為甚麼要這樣呢 君主不奪人所愛 你喜歡而已 如果他又喜歡你就說而已 但是別人都不是喜歡這一科 你又搞到別人喜歡這一科 很難說 師傅 你有這樣的法師 有這樣的師傅 去收錢做這件事 自然有些人 我覺得 我得不到的東西 我就嘗試用金錢 去 用一些方法去奪取 所以有因果 其實這些是沒用的 始終有因果的 還有其實 我又有些好奇 他用這些方法 令到那個女生喜歡她 可能真的嫁給她 那是否一生一世 這個女生都會這麼喜歡她 即是不會走的 那不知 他是不是一生一世 喜歡她的女生 會不會他自己 到時會花心 都不知道 因為我聽到他媽媽說 就是說 他曾經 是在初初的 網絡 在Instagram Facebook 她媽媽都還看到她的東西 的時候 她是同一個 又是那些女同性戀者 很好的 好到很親密 但又是結不結婚呢 就不知道 但是後來原來 分了手 分了手 然後再跟另外這個 那就是說 樂江那個人 可能是分了手那個 因為你已經令到她 轉了這件事 可能 報應還是什麼呢 她 因為這件事 她又走去喜歡了 第二個女同性戀者 她不跟你一起 那就是樂江那個 反而是跟她分了手 哦 樂江那個 反而分了手 被她飛了 哦 哦 我們會覺得 因為她是第一個 她出去了之後 沒多久 她們就發覺她是同一個 女同性戀者 突然間去轉機 但是她發覺 最近在Instagram 再看她說 將會結婚那個 就不是那個 在她的朋友 口中知道 那個分了手 然後跟這個在一起 這個就好到不得了 還要結婚 那就是說 我們的推測 就是 當初要她走那個 就是第一個 但是她反而保不住她 但是你就已經令到她 做了這一方面 喜歡了這一方面 那她就喜歡了第二個 那就是說 那個第一個 那個樂江那個 是不是已經有報應 是啊 即是她得不償失 主要是用不正當的手法 去奪取任何東西都好 其實是一定有天理和報應 看看是何時報的意思 是啊 那借這一個個案 就跟大家說 就 其實就真是 世事真的有很多事情 都解釋不到 就是 好像這個案子 其實我聽起來 我都覺得有點詫異 哇 真是 可以令到別人這樣 即是降頭都是幾 幾厲害 還有現在呢 真的有錢 就使得鬼推磨 你給錢師傅 師傅什麼都跟你做的 真是這樣的 但我們不是的 永遠 我們 即是 我想你都跟我一樣 和師傅一樣 是不是 即是我們 你給錢我 叫我拆散 拆散她的老婆 等她離婚 娶我 我不會做這件事 那你不做 可能其他人會做 是的 什麼人都有的 這個世界 總之很難說的 那你自己決定 應不應該這樣做 總之 所有事情 記住 一定有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是的 在這件事裡面 我們真的很希望 女生可以快些 回到她的家 和她的媽媽 和她的未婚夫 可以團聚 時間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 在這件事裡